这个sample control 你把它启动起来 本来是stop 把它start 把它启动起来 那一定会有个防火墙 那个就是是否允许 一定要允许 或者它没办法启动 它没办法做那个资料的沟通 联系 那那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要使用它的话 以后一定要用这个sample control 然后里面有个admin 你把它点击进来 它就会跳进来 那理论上 预设应该是 因为我刚刚已经有登录进来了 所以如果没有登录进来的话 那它会有个登录画面 记得那个登录画面 我把它先登出好了 也许你把它登录的地方的话 假如是登录的那个主化 记得就是那个密码 使用者一定是root者 就是你的身份一定是管理者 那你的那个密码的话 因为我刚刚有改过了 我是改1234 如果你是改其他 记得你要把它记起来 或者你那个密码忘记的话 也没办法 所以你不要乱改 反正弄一个比较不会忘记的 那未来当然如果你要上线 你一定要改别人也不好猜出来的那个密码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啦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建的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有个资料表 那目前这个资料表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如果说我要把资料放进来的话 有几种做法 这边有个汇入啦 其实你也可以从Excel里面汇资料进来 好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重点 我们重点应该比较先放在Seql这个部分 因为等一下呢 要怎么样把Excel里面的资料 写入到那个 MySQL里面 那这里面的话 我先demo一下 也许我等一下 假设我今天 我已经做了一个那个资料库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 希望做到的效果就类似像在底下 我是放问题1底下 这边有个说明档 那大概就是会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呢 先测试一下 大概就是从1到总共5个按钮好了 那分别就是说第一个 我要能够新增一笔记录 哪一笔记录 这一笔记录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帮我把它传到那个MySQL里面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如果一笔可以的话 那再来就全部 全部指的就是说从上到下 反正不管它有几笔 全部都帮我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当然是一笔啦 一笔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再来就全部放进来 OK 那假设你全部放到资料库 那等于是说 你已经把资料全部汇出了 那汇出的话呢 大家理论上我需要把它删除掉 而且把旧的删掉了 那删掉之后的话呢 假设里面已经没有 这是ECL里面没资料了 那如果我又想要从资料库里面 把所有汇整过去的资料 又再捞回来的话 那这个当然有双项 一个是过去 一个再捞回来 那捞回来就是 这个有个如何从那个MySQL里面 再把它捞 捞资料捞回来 这边有几个大概会有几个这部分的那个功能 稍微说明一下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讲一下有关怎么样新增单比 那新增单比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一个范例 其实呢 如果你要跟那个资料库沟通的话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利用一个叫Seql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这个在你点击进来之后 他上面会有Seql的一个页面 那点击进来之后 其实你如果要跟资料库沟通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下一个指令 那你会发现 他还蛮贴心的 这边有个Insert 表示如果你要新增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做啦 而且他还蛮贴心的就是说 点击下来 他已经大部分的那个指令都帮你加上去了 那这个新增资料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要新增一笔是Insert into 到哪一个资料表的哪些栏位 Values就是后面你要放什么东西 所以后面刚好五个栏位 就放五个资料 那基本上 我这个已经有做一个范本在云端上 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练习 我担心 就是说你们会打错啦 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范本 你可以拿这个范本来做修改 那把它Ctrl C 假如说我把它贴到这边来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新增一笔的话 实际上 其实就是要跟资料过沟通的话 就讲他听得懂的语言 那他听得懂的语言就是Sequel 所以你跟他讲说Insert into 问题一就是在这个资料表 后面有五个栏位 Values Values前后一定要空白 OK 一样刮弧 那如果说呢 你的栏位里面 栏位里面的资料形态 如果是文字的话 请记住哦 前后一定要加单一号 所以你会发现杨叉叉 跟性别 有没有 前后我都有加了单一号 那如果他里面放的是数字的话 前后就不需要单一号 OK 这是一个规则 如果你知道这个规则将来就是照这个方式去做哦 那输入完毕之后呢 比如说我这边已经把Insert into 这些Sequel Ifa 输入了之后哦 再来你可以按什么 执行 执行完毕 如果你这个Sequel Ifa 是他允许他看得懂的话 他就会跟你讲说 诶 新增一定也成功了 而且花费多少时间 是他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假如有错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候 有些人打指令的时候刚好打错 比如说那个羊 比如说第一个有可能犯的错 比如说标准体重的话 少打一个体 少打重好了 OK 那这个栏位名称 假如说你打错了 你按执行他会出现什么错误 有没有错误 那他会跟你讲说 回应 这个Column哪一栏 不过他在跟中文之间的相容性好像有点不好 你会发现 实际上他这个是把标准体重显示在这里 但是却是乱嘛 OK 好 那所以你就是回回头 再去只要打对啊 其实基本上 就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或者有可能是什么 像这个单引号 像这边有单引号 如果你单引号 有前面的单引号 可是却没有后面的单引号 或者是说有类似的状况 假设这个羊叉叉 你前面有单引号 后面没有 你按执行 他一样会出现错误了 所以只要避免掉这些问题发生的话 应该都可以顺利的执行成功 OK 你可以参考我云端放的 这一段哦 OK 这个是应该是新增没有问题的这一段 把它复制 就是贴到那个seql的这个里面去就可以了 这第一个方法 或者你可以用insert 这边它也蛮贴心的 你只要改后面这个 只要单引号 比如说羊叉叉 你也可以自己在这边打一个 单引号单引号 然后 AA好了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豆号 它这个已经帮你结构打好了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需要的东西打上去 那基本上呢 再按执行应该就OK了 类似像这样 那输入上去 它就可以完成 那假设insert一笔之后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insert成功 你再去点选问题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新增成功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一笔 OK 那如果你要新增下一笔的话 你就再去seql里面 再insert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相会的叙述 另外如果你要查资料的话 其实在云端 在那个云端上面 还有其他的指令 其实 资料库的seql语言 其实你只要把 四个主要功能学会 我想大概seql语法 大概就足够了 就是新增 查询 修改 删除 其实以前在做专案的时候 大概都用这四个 就绰绰有余了 真的 真的太够了 只要学这四个 就95%以上的专案 都可以搞定了 你可以想想看 里面大概 你看资料库的运作 大概 比如进销存也是一样 比如你要新增一笔订单 就是新增 对不对 那新增之后呢 可能很多位置新增之后 你要查出来 不就是查询 那查询后面可以下个条件 会有哪一个栏位 比如说性别 是like 如果文字是like like 女生的话 他就把女生的部分捞回来 对不对 或者你可以下其他栏位 and or 等等都可以 那再来也许就是 里面有资料的错误 就是修改 update就好了 那update哪一个 编号是哪一个 它的哪一个栏位 你要做什么修改 另外也许那一笔记录 已经结束了 你要把它cancer掉的话 那就是delete 其实用来用去 你看还会有什么 除此之外 那都是额外的 把它当个案处理就好了 这样其实处理起来 我觉得还蛮 蛮得心意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大概这四个 出错语了 那当然 资料库的概念 不是说只有在这里 其实任何地方 我刚刚讲过了 不是只有VBA用 像这个本来是用在 那个动态网页 PHP上面 或者是说 视窗环境 手机上面 其实都用 一样的资料库 那也就是这个好处 如果你有这个资料库 反正任何装置都可以连结它 抓到的资料都是同步的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网路上 放在网路上之后 它如果登入全线 你可以给它一个账号密码 它可以登进来 在 只要你放上网路 全世界任何 任何一个地方 它能够连上网路 它就可以同步到它要的资料 OK 所以大概有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底下还有什么slate 所以如果你要把里面的资料 把它查出来 你就是这一段复制 那你可以test一下 或者你自己打一下 那它的语法一定是 slate 所有值得是栏位 from哪一个table 哪一个 table指的就是哪一个资料表 那这个前后的单引号 你可加格不加 如果要加两个都要加 如果你不加 那就不要加 那按执行 你会发现它帮你查出来了 查询结果在这里 刚刚那一笔记录 那如果你要新增 好 第一个我们seql部分已经先ready了 已经新增了一笔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在哪里呢 在e-sale里面 帮我做什么事呢 e-sale里面 假如说我希望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也许把它复制一个 Ctrl加按住好了 然后这边改成myseql 假设我今天要练习 就是说 我希望把这边看到的资料呢 帮我汇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也能够成功的话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反正第一个 你要先ready的就是说 你的myseql資料库 那我刚刚有练习的新增一笔了 新增一笔进来 是从seql这边新增 那待会的话呢 如果我要 在e-sale里面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说要传递给他什么 五个资料 也能够写到myseql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在seql里面 至少myseql里面 你要有一个问题一 跟问题一的资料表 然后做执行seql动作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那个 就是e-sale里面 e-sale里面呢 怎么跟myseql之间呢 做沟通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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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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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